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我们再来要来恭请 我们南天文化院的院长 杨院长吉东 我们把他鼓励 感恩 谢谢他 谢谢 热烈欢迎台湾鬼谷文化学会 杨会长吉东博士致辞 请热烈掌声 师父 各位贵宾 各位懂事们 各位今天结业的前世同修们 还有我们的各位导师 各位法讲师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民国七十一年 民国七十一年 我们创教立宗 九十一年 师父创设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 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一年 改为台湾鬼谷子文化学会 我个人曾师父后爱担任了第四届 第五届 两届 两届的会长 我们的学会是政府立案的人民社会团体 所以有借满的规定 新的第六届 是由师父再回来接会长 似乎因为健康情况欠佳 所以特别交代我来跟各位做有关会晤的报告 我们从开始有两岸的学术交流 一直到我们在东海大学举办的第一次 大型的学术讲座 一直到现在 今天 鬼谷学术研究会也好 我们的鬼谷文化学会也好 我们都是配合这样子一个大型的活动 来举办我们的会员大会 那么有关会晤的工作 各位在手册上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欢迎各位闲事同修 你如果节约以后还没有参加会员的话 请代表大会 欢迎各位加入共同来发扬研究跟应用鬼谷文化 我个人跟吴部长一样 我们是在乡下长大 同样读的同样的一所高中 他比我年轻的多 我们也一直从事着长年的教育工作 担任大学的教授 也担任校长 也担任其他的行政有关的工作 刚刚吴部长特别引述到了 事上是说 千禧年 联合国从21世纪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吴部长特别提到了四个要点 我今天非常佩服我们各位董事们 你们都那么样的赞助支持 扶持 中文的教育体制 教育的工作 我想 2006年 为了呼应 国际的教育免 比尔盖茲 跟他太太 创立了 教育基金会 他自己本身 夫妻捐了300亿的美金 作为这个基金会的基金 他就推动 全世界 只要有需要 用到这个钱 去推广 教育工作 尤其是比较边缘地区 社经地位比较差 生活条件比较差的 全球的各地 他们大力的来做这个工作 2006年的6月16号 他们创立了这个基金会 捐了300亿的美金 作为基金 2006年6月26号 相差10天而已 各位如果说你玩股票 从事股票工作 你当然更清楚 美国的股票大王 巴菲特 他相隔10天的时间 捐了他的财富的 85% 他名下的这个财富 总数是 384亿美金 他最让人家从尊敬的 就是他不用自己的名字 他把这个钱 就捐到比尔盖茨的 这个基金会里头 共同 来推动这个工作 所以 我一直认为 交易本身就是一个投资 对个人来说也是投资 对社会 对人群 都是一个重要的投资 我想我们中文 能够以宗教 来从事 宗教教育的 各种的活动 这个对我们中文来说 我是觉得 他是比一般的宗教不同 尤其是在 有关学术的活动上 所以用学术 来成就这个宗教 宗教人来包容包含 整个学术 所以我个人对大学的 看法 我常常用 PPCC 这四个要件 来衡量一个大学的成就 第一个 就是刚刚 袁校长特别在强调的 中文之所以说 跟别人不一样 他第一个 匹内是讲 所谓的我们的 整个的 修行人格 所以人格 必须要内化 变成为 行为的具体表现 这个才是真正的 属于你的 人格的 重要的这个内涵 所以第一个 匹内就是说 我们 要养贤续财 要挣得你 我们都在 中修要参与 所以我对中文很多义工 包括我在内 我有配合我自己 我从大学退休以后 我已经在中文做义工 已经做18年了 我那人 黄教授 他比我多做了四年 他呢 所有都用尽脑子 去看 怎么样子把我们 中文 所提出来的理念 所从事的活动 能够跟学术连在一起 又能够把学术那时 又能够带进来 在我们的中文里头 他总共写了17本著作 同样跟我一样 也是做义工 所以我想 我们就参与 不是今天你有代价 我再来做 没有代价我就不做 因为代价是无形的 所以参与 大家都有一种 共立的感觉 共立的作为 第三个呢 C呢 是Caring 就是你要关怀 所以宗教 我帮书写 他的一支行者 书的背后 写了两句话 很简单 政治人物 如果有所谓一个 宗教家的修为 你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家 这是一个政治家 而不是一个政客 第四个C呢 是Caring 这整个文化 所以我们中文 有我们独特的文化 内涵跟表现 最近有一本书 很受欢迎 哈佛大学 跟我们田校长 24年加8年 32年 美国哈佛大学 有一个研究小组 他们当时 就很关心 人生的价值 到底在哪里 怎么样是能够发挥 我们人生的价值 更高层次 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题目 叫做人生的赢家 你不是一个输家 是个赢家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 他们总共用多少时间 从1938年开始 他们研究到2013年发表 他们的研究报告 前后 前后四位教授主持人 到2013年 今年2023年 也是十年前 他们总共用了 75年的时间 这一个研究工作 他能够这样子 长时间 科学化的 那他们归纳起来 所以一个人 如果在人生当中 能够成为赢家 而不是输家 而不是输家 是赢家 所以他们用 哈佛大学当时的 268位 大俄的学生 用了 波士顿 他们学校 附近社区的 比较 属于低阶层的 生活条件 比较差的 有456位 他们称之为 所谓的 贫民库的小孩子 一直追踪研究 那最后归纳了 是我们要成为 人生的赢家 要注意到四个东西 第一个要点就是 要有温暖的童年 所以家庭教育 亲子关系 是绝对的重要 第二个 是要有爱的生活 爱的经验 有爱自己 被爱 也爱社会 爱他人 第三个 就是要动 这个动 包括到身体的运动 律动 也包括到脑筋的动 更包括到 你人际的动 所以根据他们的研究 人际关系越好 在你40年 40岁到50岁这个阶段 是大概对你的整个所谓成功 幸福快乐 是个关键 下面一个第四个条件 就是所谓的终生学习 终生 学习是做什么 学习学习要发展 学习要发展 终生的发展 小时候 过年 年节 家人在 垂柜 你如果是 挖柜 那当然不要 就是残料而已 如果你做 花贵 那就要发粉 所以这个发 发是它一个变数 这有力的相关变数 能够加进去 那你才能够展 展次 也能够展发 就能够有新的东西 这个出来 所以它特别 第四个要件 都特别强调 我们人要终生学习 而能够终生的去发展 因为你发展很多东西出来 那你这样的话 才能够有新的不断 不会因为年龄而减少 或者是短掉了你什么 我想 我们很多人都在希望 能够长寿 能够长生 但长生 最重要就是 你要能够健康 如果能够健康 这个健康代表 生理的健康 包括到心理的健康 还更包括到 社会的健康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社会 很不健康 那我们的宗教本身 它就是有这样的 进化 导引的这个功能 最近 我一直很体会两句话 一句话是 岁月静好 安静 很好 你的岁月过得很好 第二句话是 一生 一生能够很安稳 所以我祝福大家 你的岁月 都能够静好 人生 生命 生命 期间 都能够很安稳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 生命的意义 就像这个研究工作一样 到现在他们还在做 那这个研究工作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健康 要幸福 要成功 是可能的 那尤其在中门的这么一个 终身学习 终身发展的 各种的设计当中 我们应该都 大家 人人都可以 成为你生命中的赢家 祝福大家 谢谢 感谢杨院长致辞 我们恭请杨院长 为我们颁发 先佛寺 结业闲事代表证书 由原青法师代表领受证书 请大家热烈掌声 全体结业显示同修 请准备将依序颁发 结业证书 正期班 孝心 人心 爱心 信心 意心 核心显示 共计 2065位 恭请 益京大学校长 原意法师 颁发结业证书 请大家掌声 首先请三宝四 第十二届 第四届 十五届 二十六届 人心 爱心 意心 核心 共二十九位显示 请上台 授颁证书 台中道场 请准备 祝福 祈福地道 祝福绝迹 祂生倒是天人心 九天色界未解脱 十方如来是究竟 十一色天不离风 十二生龙世上恒 十方如三世珠珠珠南 十方如三世珠珠南 十道天心不思维 十数之中不荒芽 十方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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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路无收 十足搜破 十方如三世珠珠珠珠 yön 十方如三世珠珠珠南 十方如三世珠珠珠珠珠寺 而解映了你先方 而心而定是非诚 而人同心三千世 二五构经天地术 二六乾坤复遥 二行七步罗夺连 二七八方前至昆 二七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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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世 一齐心 二七一琴 三千世 二七七三千世 二七此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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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我们以自成之心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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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因果律 人世間修行 真是要告知 优优独播剧場 全是同修 优独播剧場 正知正念 优独播剧場 一經風水 社會世間 和平和平之目標 优独播剧場 一經大學 我們現在要做一經大學 我們現在要做一經大學 我們所有的法師 正式不是說 你當做一經大學 是非常大學 再來 我知道 我做一經大學 就是门挂山水门 动第六窑 第六窑寄神来克四窑的子孙 非常明确的 因为没有办法脚趾 师父带来了病痛 所以在今天我要告诉所有的法师 讲师同修 如果你爱师父 如果你爱这个宗门 如果你珍惜这个法门 你要鼓励大家一起来诵经 赶快诵主一千八百八十八万部 让师父来脚趾 师父就身体健康了 在这里我语重心长的 来告诉各位 勉励大家继续送奸 因为师父很客气 师父已经不讲了 师父不会讲 他忍受他的痛苦 他就等着让他的徒弟去领悟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解业大典到现在算一个圆满的据点 我们祝福明年的解业大典 更圆满 更兴盛 让所有的法师讲师要体认到 你不来会有什么后果 你沾挂看看就知道了 好 祝大家阿弥陀佛 好 好 好